你看我穿这套怎么样呀 简单大方挺好的呀 不就去吃个饭吧 可是这整套都是优衣裤哎 我总感觉好像有点太朴素了 要不我再去换一下 走啦 这不就是刚才那套吗 哎呦 我买了买具也就是这套最合适 走吧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啊 衣橱里的衣服很多很多 可是穿来穿去啊 就是这么几件基本款 那如果说啊 优衣裤是我们衣橱里面的基本款 那我身边的这台销客 应该就是紧凑及SUV当中的基本款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销量 那平均的每个月 有1.4万个消费者选择了它 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的 它的销量达到了1.9万台 但是你看啊 群众基础这么好 讨论它的人呢 却不是很多 所以它丝毫啊 都没有做网红的潜质 而在我看来啊 选择销客的人和选择优衣裤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恰恰是那些最会过日子的精明人 那他们俩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你仔细想一想 比如说舒服 再比如说实用 最后实惠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台售价为16.88万元的 2019款销客豪华版 自从2015年换代之后呢 新一代日产销客就用上了 日产家族式的VMotion设计理念 而这台2019款则是中期改款后的车型 所以在细节处也会变得更加精致一点 比如说这个LED的大灯 以及尺寸更大的V型镀鸽式条 那这台中配上18英寸的5伏式轮固呢 在同级别当中也算是十分厚道的配置了 所以这个车的外观要我说啊 其实就是朴实无华 平平无奇 你看它的销量都已经这么好了 可是在马路上 你并不会特别注意到这台车的存在 就像马路上走来走去的人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穿的都是优衣裤 但你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到底穿了什么 进入到肖克的内饰啊 第一个呢感觉呢还是不错的 带有缝线的门板 座椅 附驾装饰板等等皮革包袱的部件 会让你觉得这个内饰的用料相当不错 屏底真皮方向盘 以及9英寸的中控屏幕呢 也让它脱离了日产车型一贯的老气设计 但是呢无论在配置上还是设计上 这个内饰也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亮点 你看这个仪表吧 还是传统的双炮筒式设计 中间这一块5英寸的显示屏虽然是彩色的 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就只能用来看看油耗 和续航里程之类的基本信息 它的中控屏幕显示清晰度是不错 连上USB能播放影片 并且呢还内置了高德地图的车机板 基础的语音控制以及车联网 功能在传统车企当中还算丰富 可以说是肖克的最大亮点之一了 但是啊这么大个屏幕居然都不支持CarPlay 确实很遗憾 而且呢虽然它的中配车型就已经配备了 360度全景影响 可是你看看这清晰度 有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那其他配置呢也不高 你看这台中配车型啊 甚至都没有自动空调和前后雷达 并且呢全系车型的化妆镜 也没有配备照明灯 鲁肃的车内灯光看着也十分的廉价 四个喇叭的扬声器啊 更是让我领略到了听个响的真谛 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舒服啊 优衣裤的衣服不用我多说 一向都是以轻便舒适为卖点的 那在这台日产上体现的呢 当然就是它的日产大沙发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座椅的材料呢 用到的是这种皮质加上织物的一个拼接 座椅的厚度啊非常的厚实 有一种安全感 然后呢它的填充物非常的柔软 这个织物部分啊 它的摩擦力比较好 和身体的贴合度呢也比较高 并且这两侧的皮质的一个护衣啊 对身体的包裹也是做的相当不错 那这个后排座椅啊 它用到的材质啊 其实都是和前排一样的 所以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 但因为这是一台偏小的一个紧凑机SUV 所以它后排的一个乘坐的空间 并不是特别的充裕 但我们抬头来看一下 这个0.84平方米的一个全景天目 这个在同级别当中啊 应该说是比较亮点的一个配置了 虽然有很多人说它不能打开 但是你毕竟如果要追求通风的话 打开车窗就够了嘛 我觉得前景天目还是不错的 项客的后备箱容计啊是486升 后排座椅呢也支持常规的46比放倒 足够日常使用了 这台车的第二个优点呢 当然要开起来再说了 这就是实用 那我对实用的理解呢就是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驾驶水平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用车环境 开这台车啊 总的就是最轻松最自在的那一种 就像优衣裤的衣服也是百搭好穿 众所周知呢日产一直以来都是这个 自然吸气和CVT的忠实拥顿 销客全系呢搭载的也是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的最大马力呢是154匹 峰值扭矩204Nm 虽然它的动力的表现呢可能并不如那些排量 比它还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但是销客上的这一套动力总成啊 应该说它的平顺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速度啊只要在60公里以下的时候呢 它油门响应其实挺灵敏的 所以在市区正常行驶的时候 你并不会觉得它说动力很弱的那种感觉 当然啊超过这个速度了之后 即便你是深踩油门踩到底啊 这个时速表的指针啊 它爬升的也是会非常的慢了 所以超车的时候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那销客在底盘上另外一个优势啊 就是它采用了比它高一个级别的和齐骏同样的一个平台 那它也是这个同级别车型当中啊 为数不多的采用后轮独立悬架的车型 因此呢舒适性也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那最后一个优点呢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就是这个实惠啊 具体在这台车上的表现呢 当然就是它的一个燃油经济性了 就拿这两天我试驾这台车的一个经历来说吧 在城市的综合工况下 它的油耗呢达到了7.5升 而且它加注92号汽油就够了 所以燃油的一个使用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它的保养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 并且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当其他的美系德系车主啊 都自学了多项修车技能了之后 开日产的你只要回家玻璃水就行了 你说是不是很实惠 舒服实用实惠 就像优衣库啊 不管你是走在时尚前端的弄潮啊 还是一个完全不想讲究穿搭的普通人 那如果你想购入一件基本款的白T恤的时候 优衣库呢一定会是你的选择之一 这台销客呢也是一样 它并没有一个鲜明的标签 那它的存在呢我觉得就是提供给你在这个级别里面 省心省钱不会出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这个织物的摩擦力也很强 和身体的这个贴合度也很高 怎么了 预备 起 是嗎?